好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剪貼布加強的部分 那麼 各位原則上就是Windows內建的剪貼布 好用嗎 有時候是沒有比較所以不知道好用不好用 但是我們看一下我們剛剛其實在那個剛剛的過程裡面我有 一直在摳摳 Copy貼上Copy貼上對不對 請問Windows內建的除了對Office以外 基本上 其他軟體都只能Copy一次 然後 萬一你還要再用就要再回去Copy嘛 所以呢 您看一下囉 我先介紹第一個叫Dicto的 有沒有發現我 這麼多 有沒有 好我們剛剛Copy過的 什麼東西你會Copy在那個 Copy在剪貼布裡面 文字 圖片 還有什麼 檔案 對不對 所以 裡面有沒有發現都有了 萬一你今天需要再多這個 我就可以拿來這邊 比如說我在這裡 假設我想在這邊多打一個字出來 那我就來這裡告訴他我要這個字 Dicto 有沒有進來了 在這裡 對不對 雖然不是Office的軟體 但是可以用啊 我就可以馬上切換 而且 重新開機還在 這是比較重要的 很多時候我 比如說這段時間我可能就比較常用拿幾個 我可以像這樣把它 留著 下次我就可以繼續用 那如果 因為 留著的話總之有一個上限嘛 對吧 你覺得要記住多少比較好 全都記得 不行 對不對 人記性太好不行嘛 一定要偶爾會忘記 內禁紙的話應該是30還是50個 所以超過的時候就會清掉 那怎麼辦 如果這個字 你真的很 很需要的 或這個圖你常常用到的 按右鍵 告訴他 拜託 不要刪除 好那 你這樣子他在旁邊 比如說這個 他就會多一個信號 有看到了吧 即使他被擠到最下面了 他就是會留在那 等待你再用他他就回來了 這樣OK 好所以這個是 第一個 第一個 這個呢不用安裝 所以您回去之後 只要做一件事情 在這裡有沒有 有64跟32位元 如果你不知道你電腦是哪一種的 32位元都是用 好反正 原則上Windows 7 Windows 8都是64 好那你用32也可以用 都沒關係 點進去之後 就有這個檔案 直接執行就好了 那建議各位因為這種軟體一定要是 開機的時候就 啟動嘛 所以您回去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在上面按右鍵 中文 好 選項 叫做 開機的時候 啟動 就這樣 那他就會自動出現在 這裡 不過有一個 要注意的 如果你是Windows 7的 因為他這些 Windows 7和Windows 8都一樣 他這些圖示 預設的話 不會出現在這邊 他會收起來 有發現嗎 你們可能沒有注意到 在這裡 有沒有 一般你現在Windows 7的 他們都會留在裡面嘛 避免說這邊太多啊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 如果哪一個你需要的 比如說這個我需要 你可以按右鍵 不是按右鍵 自訂一下 自訂一下 那你把它設定為 叫做 這一個 放大 放大 顯示 圖示及通知 預設會 顯示通知 也就是說他有事情的時候 通知你 會出現在那裡 不然的話就消失了 就躲到裡面去 所以 Windows 8跟Windows 7都一樣 如果你覺得這個比較常用的 你就把它設為 顯示及通知 這樣 如果希望他都不要 出現的 也不要看到他的 就設這個 這樣應該沒問題的 這個是 可能在用新的作業系統 要稍微留意一下的 這是第一個 Dictor的部分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 要介紹的 也是一樣類似的 他也不用安裝 他也不用 這叫 PaceCopy Darnet Darnet 這個部分呢 因為 有人跟我反映說 他想要自己 自訂那個 排序 比如說他 他類似像 建一個自己常見的詞組一樣 像我們在法院有一種 輸入法 對對對 追音輸入法 你怎麼知道 真的喔 我是 生平第四 去法院的時候 知道 去當證人這樣 他們就是 你在法庭上 可是不能 滔滔不絕的一直講 對不對 這樣嗎 因為你要講完 法官說好 那個書記官 寄好了嗎 好下一句 所以 老實講 不像電影上演的這樣 所以 因為那個書記官 要幫忙把這個 過程記錄下來 所以他 你不要講那麼快 等一下 書記官好了嗎 那他打得夠快 他必須要把一些常見的詞 必須建成快速鍵 比如說我打一個中 就中華民國 好那一打就中華民國 總是比你用 那個快嘛 那這樣的話 他打習慣的 法令常用字就 速度很快 那這個呢 也可以類似的功能 你可以整理起來 事實上我們剛剛低頭的也可以 你可以做群組 比如說像我在這邊 你也可以把它做一個 制定群組 有沒有 不同的群組 但是他不能 調整排序 也就是我這個我想要放到下面來 這個不行 所以如果您有這個需求的 您可以考慮用剛剛這個 Paste,Copy,Darnet 這個不用安裝 一樣就直接點兩下執行就好了 好有沒有跑出來了 那這個呢 你如果像我現在 我來Copy剛剛那個字串 好我把這個 有沒有進來了 他會自動增加一個新的類別 好那我如果再cow一個 當然圖片也可以啦 都一樣 是不是第二個 進來了 那你可以像這樣自己去調整那個順序 有沒有 放大一點 45在下面 往上 有沒有掉上 這樣了解那個概念 反正圖片啊檔案都一樣的 都一樣的 所以 你透過這個方式 應該在 您在 就是 準備資料的時候這個剪貼應該會相對比較容易一點 那一樣的 他 也會在 重新開機之後都還在 好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好 這樣這兩個應該就OK了吧 好那我就把畫面還給您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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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